国际著名的全方位法籍华人艺术家高行健 及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戏剧和电影导演、画家和思想家于一生 他生于1940年中国江西赣州 1988年在巴黎定居至今 并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以其丰富的经验将中国和亚洲数千年的智慧和精髓 与欧洲的经典巧妙地交融在一起 他的小说以译成40种文字 并在全世界广为发行 他的剧作在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频频演出 多达120多个制作 他的画作也在欧洲、亚洲和美国的许多美术馆、艺术中心和画廊展出超过上百次 其中有90诗各展 并出版了50多本包括绘画和摄影的画册 近十年来 他拍摄了三部电影诗 融合诗、画、戏剧、舞蹈和音乐 把电影做成一种完全的艺术 被2008年米兰艺术节誉为现代文艺复兴人的高形剑 尽管少年时接受过油画的训练 他选择只用水墨作画 一个如此熟悉且又契合心灵 并且蕴含画者灵气的媒介 高形剑在水墨之域开展了他的旅程 充分挖掘水墨的可能性 尽管在1970年代放弃了油画 油画的痕迹仍然像影子一般 在他的作品中徘徊 他经常把他对几种不同墨水的层叠 归功于他早期的油画实践 有趣的是 虽然水墨经常与宣纸搭配 但高形剑也在大型画布上作画 这些画布的尺寸 给予了更大的思考深度和空间 巨大的空隙 富于作品一种难以忽视的精神底蕴 仅用一张白纸或画布 以及不同浓淡的墨水 它便巧妙地引入了光 阴和影 这三个元素构筑了一个零碎 无定型的领域 高形剑将之称为内心事项 处于志向和抽象之间 没有时间的流动 不受时空约束 这些模糊的思维景象 因为暗与光 成了富有形态变化和意义的存在 这些奇特的 似乎又异常熟悉的意象 势必吸引观者 与他们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这简约而又一运无穷的特性 可在幽居 高形剑各展中的21件 与1991年至2012年间 创作的珍贵及巨型画作可见 优雅地散发一种深沉内敛 引人深思的诗意 既然要忠实自己 高形剑的画作不是传统技法 它的画中没有固定的光源 各种形态似乎在黑暗中发光 而黑暗又有光亮 偏离传统水墨绘画的作风 恰似一时流的视觉表现 以视觉的方式呈现思想跳跃浮动的模糊样子 闭上眼睛 在离人世喧嚣的心境 或者某个无法言喻的刹那 绘画始于无法言喻之处 观者或许都在观望同一件作品 但你 我 他的感知却纯属个人 你以为你在凝视他的内心 实际上那是你对自己的一次窥探 恰如高行健所言 你既心中有相 话中极有理心 除了众所周知的诺贝尔文学奖 他还荣获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意大利费洛尼亚文学奖 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美国终身成就学院金盘奖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雄师奖 意大利米兰艺术节特别致敬奖 卢森堡欧洲贡献金奖 法国文艺复兴金制奖章 意大利罗马奖 此外 香港中文大学 法国马赛 爱克斯大学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台湾大学 台湾的中央大学 中山大学和国立师范大学 接受于他荣誉博士 在2018年 法国马赛爱克斯大学图书馆 设立了高型建研究与资料中心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图书馆 在2021年也设立了高型建资料中心 它的画作更被重要私人收藏家 和知名博物馆收藏 2003年 法国马赛士举办了高型建之年 展示了一系列它的绘画 戏剧八月雪和其他艺术创作 它亦获委托拍摄测影或影子 此影片于2006年完成 2008年 香港为它举办了高型建艺术节 展现这位多媒介艺术家的斐然成就 2015年 比利时黄江美术馆和伊赛尔美术馆 隆重举办它的双展 伊赛尔美术馆为它举办了大型回顾展 黄江美术馆则为它专辟展厅 长期展出永久收藏它的六张巨幅组画 高型建是唯一获得如此荣耀的在世国际艺术家 它的作品亦获波士顿美术馆 巴黎及美国利亚洲艺术博物馆 新加坡美术馆 台北市立美术馆 香港艺术馆 和香港大学艺术馆等收藏 新加坡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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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